前一段回北京就顺便逛吃啊 住的呢就离那个鸟巢水利坊那边挺近的 我就贼俩想去转一圈 咱就说啊每办一次奥运会呢 这北京奥运会的含金啊 就得再升一个level啊 神级开幕式震撼了全球几十亿观众 热情好客又做到的中国民众 找到一个双肩包 就巴黎奥运会 居然还有外国记者啊 在用这个16年前北京奥运会的背包 你说你说这就 你就是人秋雅结婚咱可这 今天又邀请童子们跟我云游一下 16年前这场世界级的盛会发生的地方 先把这个路线攻略整明白啊 咱的目的地呢 在北京地铁八号线奥提中心站B2出口啊 出来一抬眼就能看到鸟巢水利坊了 不行5分钟就到 鸟巢现在的票价呢是100块钱 水利坊是30块钱 鸟巢正前方水利坊侧面 都是网红打卡机位 记得他抄哦 如果买了鸟巢的票呢 不恐高的童子们可以上鸟巢 五层的空中走廊俯瞰全景 人生建议啊 千万别错过鸟巢水利坊夜景 大概是晚上7点多钟开灯 真的绝美 水利坊呢现在是游泳中心啊 要是不打算玩水呢 不买票也OK 在外侧拍拍照就相当出片了 这一片呢还有个隐藏玩法 就是鸟巢南侧的北京奥运博物馆 免费免预约啊 进门又拐气的做一个免费的讲解器 很多人可能一行博物馆 感觉有点劝退 其实呢这里边各种回忆杀 就我这个类试镜体质啊 看到他真是眼泪哗哗的 还有很多互动娱乐项目超级好玩 废话不多说 现在咱就一边闹故事 一边去找寻奥运的记忆啊 虽说现在咱感觉奥运会没啥稀奇的 在上世纪初呢 咱因为这个亲政府民国政府腐败无能 相当被这个西方国家看不起 到90年代新中国成立40多年 政治经济文化都迈上了新台阶 如果能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办好 就是一张响当当的国家名片 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个加速大buff 更意味着咱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的逆袭 所以说办奥运会 这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了 1991年我们决定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 那会儿呢 咱刚把这个亚运会办的热闹闹的是信心十足啊 但是2000年呢 人类迈入新千年啊 这个节点竞争可太激烈了 咱们的对手呢 有悉尼 曼彻斯特 柏林等等啊 前几轮投票结果呢 北京和悉尼是夺魁的大人们 而且我们有一点点的领先优势 所有人都以为中国稳了 但是也没想到 当时任国交易会主席宣布举办城市的时候 意外爆冷 我们竟然以两票之差 败给了悉尼 几乎每个中国代表都是累撒现场 当时呢 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啊 得而不交 势而不累 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气度和风范 重整旗鼓之后 我们决心一定要拿下2008年的奥运会 一到关键时刻啊 咱这邻居力啊 真是惊人 除了北京奥申委的工作人员特别拼 首都的大学生 市民 全国各地的民众 少数民族啊 还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刘子啊 都在自发的联名支持北京深奥 在奥运博物馆呢 我还看到这张照片啊 孩子们仰起笑脸 举着横幅写着 三马兰奇演练 我们想办奥运会 2001年7月13号的晚上 注定是全中国的不眠之夜 那天呢 北京以56比22票的压倒性有失审出 三马兰奇宣布 整个神州大地沸腾了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人们欢呼顺利 吕花照亮了北京的夜空 在奥运史上 终于让中国人写下了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不知道大伙 记不记得奥运筹备期间啊 跟过年一样 全民学外语啊 这本奥运一语一百句 那可是石火 连我家老年人都被迫学了一句 Hello Going to the great war 支援者也活动起来了 跟大众宣传奥运啊 还有全国人民海外 华人华侨为奥运捐款 那时候手机还没那么好使啊 北京大爷大妈都自发出来 到公交站 给游客指路啊 充完紧跟时事 照本上了苏丹丹的小品 火炬手 属实给人笑发财了 到现在还统治了 各大视频平台的鬼畜区 百年的奥运 我们俩八十了 干什么啊 官方的准备工作啊 更是给外国人一点 小小的东方震撼啊 鸟巢采用大量钢材 呈现出鸟巢一样的外观 设计大胆 动感十足 站在跟前啊 真的感觉是一座雄伟的艺术品 水利方的清新纯粹 瞅一眼就感觉凉快了五度 惠惠呢 是舞动的北京 向前奔跑 配色喜庆 五个吉祥物 可爱又养眼 你们还记得 这几个小家伙的名字吗 必须得出手 08年奥运的奖牌啊 中国人主打一个实在 用料是掏心掏肺啊 就比如说金牌 6.5克足金 将上上好的白玉 寿袋都含桑残丝 东方韵味十足 小声说一句 有运动员反应啊 说今年巴黎奥运货的奖牌 没几天都开始掉皮了 2008年3月24号 我们在希腊 古奥林匹克遗址 采集了圣货 传递仪式 从路上丝绸之路去的 海上丝绸之路回 途经阿拉木图 伊斯坦布尔 圣彼得堡 伦敦 巴黎 北美旧金山 再到南美 非洲 然后再次进入亚洲 这永不熄灭的奥运圣货 在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 还抵达了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 时间快进到2008年8月8号晚上 高举火炬的体操王子李明 在鸟巢腾空而起 奔跑着引燃了火炬塔 火药祥云 同一时间 北京各地四万多发烟火 气泡 现场欢呼声 震而无隆 也是燃起来了 一概没有人会忘记 08年奥运的开幕式吧 无法超越的天花板 2008名乐手 姬否迎送 孔子明具 烟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跨过北京中轴县 直奔鸟巢 繁星化为五环 缓缓升起 美轮美奂的巨幅画卷 我看有艺术类博主分析 就说这个奥运会 开幕式难办的程度 堪称恐怖 四个小时一进到底 得让全球几十亿人看懂 还不能让咱们人觉得俗 还得柔和金具 昆曲 活字印刷 45斤 瓷器等等 优秀的文化 还得看着有牌面 想想都替国师张艺谋 捏了把汗 据说创作团队 还有人崩溃到住院的 但是我们做到了 惊艳了全世界 被大伙怀念了整整16年 这波前阵子巴黎奥运会 又有老外重温北京的开幕式了 底下的外国人 隔着屏幕 我都感觉到他激动的要破音了 没有什么能与这节作相比 永远 没有谁能打败北京2008 然后我们有了巴黎开幕式 一场打瞌睡的盛会 巴黎很酷 但北京是完美的 这个开幕式真的是神 随便刷刷评论区 最高评的词就是best 不过呢 这么完美的开幕式 也发生过一点小插曲 就朗朗和四岁的小女孩 表演四手连弹 结果小孩谈两下就罢工了 哥哥我要下去了 我太热了 狼狼吓懵了 你可别热 你再热我就凉了 我求你 我给你买糖吃 我给你买糖吃 你没压力 当你在工作中捅了娄子 你可以想想当时的狼了 你们还记得 08年奥运会的动人瞬间吗 郭晶晶 吴敏霞 斩获了双人三米跳板冠军 而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郭晶晶已经担任了 跳水裁判长 优雅专业 然后我们在裁判席 有了娘家人坐镇 那一年 雅买加运动员 伯尔特获得了 男子100米200米双金牌 打破了世界纪录 颁奖当天是伯尔特的生日 他没想到的是 鸟巢竟然突然想起了 生日快乐歌 9万观众一起唱歌 祝福他 而赛后 伯尔特也回馈了自己的善意 捐款5万美元 救助汶川地震中的儿童 那一年 美国飞鱼 菲尔普斯 巴金横扫泳池 如今 而现在我们中国的游泳名将 也凭实力 打破了国外的金牌垄断 那一年 飞人刘翔 殷商退赛 震惊了国人 十几年过去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 无法夺冠 最痛苦和遗憾的是运动员自己 大家会永远记得 雅典奥运会上 黑头发黄皮肤的他 冲向第一的瞬间 那一年 国飞包揽了男女团体 和男女单打四枚金牌 大魔王赵一宁 率翻全世界 而现在国飞依旧能打 还都那么有梗啊 小团获得了48枚金牌 位列金牌榜第一 三场外也是主打一个兵质如归 怕外国人吃不惯 准备了各种风味的好吃的 光食堂就三个体育场大小 一千多种美食敞开了吃 一天干完700只北京烤鸭 据说日本体操队教练都筹坏了 怕队里的妹子干饭太多 影响发挥 住的呢 那也是南北通透啊 床铺舒适 奥运村里边能上网 有文化演出还能买买买 哎 看我发现了啥 这不是北京奥运 发给记者朋友的背包吗 就他在巴黎奥运会 还当了一把显眼包 16年了 有外国记者还在背 用事实演绎了一首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 还没有赖 据说因为这事呢 还救活了背包厂家 现在缝纫机啊 都才冒烟了 回想2001年 杨岚老师用英语 做深奥陈述 是这样说的 08年奥运 做到了食品安全 零事件 礼宾接旦 零事务 也没有弄错 一面国旗 放错一首国歌 兑现了深奥时的 全部承诺 所以咱就看后面 每次办奥运会啊 其他国家有点啥 翻车瞬间 北京奥运会就会 拉出来上一次热搜啊 全靠同行衬托啊 2012年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意大利人的解说 也是神了 意大利把衣柜搬来了 中国把厨房搬来了 请你们来这个 没吃没穿的 可怜国家参赛 也是委屈了 然后伦敦那边 开幕两天 把奥运圣伙给干灭了 中间也没少整出 搞错国旗国歌 司机迷路的大乌龙 2016年 礼宥奥运会 咱的运动员刚一去 正好就在酒店大堂 水灵灵的被偷了 还有新西兰运动员 被绑架 奥运村的粗糙到抽象啊 真的是礼约大冒险啊 因为口罩被推迟到 2021年的东京奥运 开幕式被网友吐槽阴间 伙食被吐槽抱吃啊 参赛的奇葩规定和裁决 也是气到人直掐人中啊 还有那个纸板床 我都不想说了啊 还被巴黎奥运会 学了个明明白白 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 大家都很熟悉了 懂得都懂 咱就说这对比 北京奥运会 怎么能不让人怀念呢 穿过奥运博物馆 中间的步步生花走廊 另一边是两年前 刚刚过去的冬奥集议 有了08年奥运打样啊 各国代表团是贝尔安心 在这儿咱能看到 三大赛区的模拟沙盘 常管你致敬了 为冬奥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包括建筑工人 工程师 医护人员 志愿者 媒体人等等 还有这个复刻的运动员宿舍 对比其他国家的 真的是无情碾压 就说这个床吧 浑身黑科技 带遥控 能升降 还有零重力模式啊 有美国运动员都说 叔父的男女置信 要走的时候他都哭了 说起东奥 我们会记得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 吴大静因为体力不支 在卡住对手的同时啊 是一刃子威先走 让他最终获得了金牌 同志们看 我还发现了 吴大静签名的头盔 和咱的短道速滑高科技运动服 我们也会记得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 接力A组决赛之后 中国队员范可欣 双膝跪地 亲吻冰面 马尔他唯一的运动员 在等待成绩时 居然从包里掏出了 半个吃剩的豆包 被网友赐名豆包小姐姐 好了回忆结束 接下来爱玩的童子们 可别错过 奥运博物馆里面 有超多的娱乐设施啊 对小学生有点幼稚 对咱这大学毕业的刚刚好 有冰壶 高山滑雪 花样滑冰 冰球 篮球摸高 玄机 举重赛挺等等的 我都数不过来了 咱这投篮技术 还不赖吧 举重我也试了试 这一年在新疆 整天吃肉 胖了18斤呢 那不是白胖的 现在也是浑身使不完的牛俊 这边有冠军墙 可以自拍啊 还有能下载到手机里 哎妈 我这拍的也太黑历史啊 没有美颜 就不给大伙看了哦 玩够了呢 大家可以逛一逛 周边文创店 有夏澳 冬奥的吉祥物周边 福娃 墩子 雪融融 还有巴黎奥运的福里热呢 这也有很多文创 致敬了咱的传统文化 非常值得买啊 毕竟是奥运村的店嘛 所以价格还挺公道的 我买了个小熊猫39 还在鸟巢旁边 整了个固体香膏 挺好闻的 才20块钱 哎 还有整套瓷器呢 这么精致的是国宴级别了吧 让我看一看 打扰吧 真的是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一天 从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到2022年 邀请全世界一起向未来 北京已经成了一座双澳城市 既有几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 又有现代都市的繁荣 我查资料的时候 在深奥陈述中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700年前 有人看到了马可波罗 对我们这个遥远国家的描述 被深深的吸引了 就问他 中国真的是这样吗 马可波罗回答说 我描述的远不及 我看到的一半